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 人质被杀属自己的责任 并有意在2016年参院选举后举办修建公投 接着是中国周三公布 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 要求在部落格 微博 及时通讯服务 线上论坛 新闻评论区和其他相关服务中 使用真名注册从今年3月1号起实行 美国的部分来看到 美国国防部长提名人卡特 今天在国会任命停证会表示 如果获得国会通过 将持续亚洲再平衡战略 同时尽快解决向约旦和乌克兰 出售武器的问题 此外欧洲的部分 希腊中立齐普拉斯和财长瓦鲁法基斯 分别外访 会与欧盟达成新的债务协议努力 法国总统欧兰朗德同意放宽紧缩措施 但他与欧盟都警告希腊 必须遵守缠还债务的承诺 新闻开始带您看到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一早前往北市灾害应变中心 听取各单位的空难救灾报告 而对于昨天的调度检讨被批评 柯文哲表示 只会打掉水门花3个小时让大型吊车进去之外 家地方其实做得不错 之后他也到厄宾慰问罹难救家属 指示尽力协助处理善后 昨天会拖一点时间是没有想到说 需要在这个河岸里面 河岸里面动用700吨的吊车 所以这个 昨天要打穿那个 那个提防的那个水门 花掉3个小时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从来没有想过会出现这种局面 跟公务局长讨论过 未来水门将做成活动式的 让大型机械可以顺利的进入河堤内 台北市的提防要打穿 要花3个小时 不过我们还是当机立断 把河堤打穿 让大型机械进去 大概只有这个地方延续3小时 至于其他的作用 看都做得相当不错 现场也有记者问到柯文哲 有关于松山机场是否要签场的问题 至于松山机场的问题 其实去年在 喷嚷的空难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有在滴滴骨骨 不过我想是这样 这种东西 试涉太多政治敏感性 我觉得不适合在这种时候来讨论 柯文哲结束应变中心的会议后 立刻赶往台北市第二殡议官 慰问罹难者家属 表示将尽力协助所有家属 处理相关的上后事宜 而陆克家属来台 将会每一组都指派一名专员 全程陪伴提供必要的协助 新唐人亚太电视成为魔皇庭峰 台湾台北报道 稍息来看到 富航空难搜救持续当中 警销今早6点半 持续展开搜救行动 寻找失联的12名人员 而家属也在刚刚到失事现场 进行招魂 富航居235半机最合超过24小时 不过仍然有12名人员没有找到 而警销也持续在进行水下 作业寻找有没有人员生还 而在刚刚机师家属也在现场 招魂场面哀七 今天的部分我们是持续打捞 还没有出来的大体的部分 如果有相关物品流出 我们都是第一时间会把它打捞起来 对 要给家属做一些指认的动作 经过一夜打捞 巡获乘客行李 放置岸边等待家属指认 现场警销冒着低温 持续寻找失联人员下落 而潜水人员只能在水中 最多停留30分钟就必须上岸 避免体力下降和失温 虽然早上雨是暂停 但地面仍然相当泥泞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谢谢自营 台北市场课文哲选前就表态 希望2018年之前 能够签建松山机场 而这次富航空弹 坠毁基隆河 差点殃及附近的民宅 以及商业区 这也使得签建松山机场的声浪在起 已经有朝野立委 北市议员 以及当地居民喊话 要求赶快签建 以免旱事再发生 让我们来听 稍早民航局稍早的回应 那目前来讲 我们松山机场 各位都知道 一年这个运量都是六百多万价次 六百多万的人次 那价次一年也是 有六万多个价次 所以目前来讲 你说这些 要迁移到桃源机场去服务 是可行嘛 而且这个飞安跟机场 这个是不同 是两件事情 一个是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个议题是持续在讨论 也是可以讨论的议题 附近航空半年内 出了两起重大空难 网络上有自称机师爆料 引擎有异状 因为怕掩误遭罚 仓促放飞 认为复兴航空 赌命拼业机 复兴航空董事长林明生 今天首度出面道歉 公司方面也否认 有明知异常 还硬要放飞的情况 代表复兴航空 跟各社会大众 先说一声道歉 林辰从国外赶回来 面对镜头 复兴航空董事长林明生 四度鞠躬道歉 表示目前将全力搜寻 失踪的人员与安置家属 商者每人紧急发放 慰问金二十万元 针对罹难者家属 也会先发放一百二十万 伤葬补助费 复兴航空昨天 最毁基隆河 船有机师爆料传出 班机早在起飞前 就发现引擎异状 不过地勤人员却为了避免被民航局开罚 要求正驾驶 但是廖建宗先飞再说 复兴航空否认 我们没有这件事情 同时我也可以出示 当天 这个 当天 驾驶员签放 跟我的人签放的证明 那同时我们也把这些证本 送到民航局 民航局也一并来对我们做调查 复兴航空在七个月内 发生两次严重空难 民航局官员表示 以国际航权十分配和包机审查纲要 复兴航空一年内不得申请新航线 参与新航权分配 今年四五月将进行两岸航权分配 复兴航空将无法参与 新航里亚台电视胡中翰 台湾台北报道 这就昨天发生的失事意外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早上九点 前往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后 受访时表示 这次空难是悲剧 但是还是要感谢机上的驾驶 因为如果飞机坠毁在环动大道 将会冲击到台北市的交通动脉 跟文哲话说到最后 哽咽的说不出来 最接近即时刻 郑驾驶吊建中极拉机头 闪避人口密集的办公住宅区 之后卓庆与乔叉壮 才坠入基隆河 因为那个飞机翼 有插到那个环动 你想想看 如果他当时是坠毁在环动 我们整个大动脉就动弹掉一条 还有一点 他离那个高价高压电线 只差五十公尺 所以那个驾驶还是 尽力了 说到最后柯批忍不住哽咽 今年41岁的廖建中 出身贫困 父母是在夜市摆摊 买衣服的摊商 1997年 宣誓进入空军服役局后 才到华航复兴航空任职 努力苦读英文 议员基师梦 没想到最后仍然不幸殉职 我叫他儿子不要再开飞机了 儿子就说生死有命了 叫他爸爸妈妈放心了 你认为那种行动 能够救了那些生命的生命吗 我认为他很近 他在飞机里 我们很近 去救了很多人 CNN评论分析 同样认为 即使尽力将伤亡降到最低 网友也在脸书发起 专业挨斗 向周围英勇及时至今 新桃的电视综合报道 富航空弹至少造成31人死亡 其中数十名大陆旅游的 临岸家属和旅行社人员 今天陆续抵台处理相关后事 其中有四名家属 与厦门旅游局人员 已经在上午抵达桃园机场 由于机上58名中 有31名市陆客 飞安调查委员会表示 根据国际民航公约规定 知识客机旅客国及国家 有权参与适事调查 而大陆方面将协助调查 这也是台湾空难首次有 大陆失事调查机构参与 台湾复兴航空这次的空难事件 海外侨胞也非常关注 得知飞机机师将伤亡捡到最低 特别避开市区飞行 既不舍也相当佩服机组人员的勇气 纽约台湾会馆聚集了众多的侨胞 大家听到自己家乡发生的空难 都是心怀忧虑 他们在第一时间就开始关注相关的报道 希望机上的更多人员能够平安无事 台湾的复兴航空失事 真的让我觉得人生起伏 不是由我们来决定 当你还有生命 还有这一刹那的时候 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让我们周遭的人快乐得到益处 我在那个就是在radio听到这个消息 听来也是相当震惊 很伤心啊 每一个家庭都会破坠啦 有网友标出飞机的飞航轨迹 从画面上看出飞机起飞后不久 机组人员尽量沿着河岸飞行避开市区 为此侨胞们也表达敬意 表示说他们很勇敢 也很有技术跟头脑去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才不会伤完很多 我是对那个飞行员这种 这种技术跟他的那个灵机是蛮肯定的 目前的救援工作还在继续 消防员穿梭基隆河面搜索 寻找失踪的乘客 希望将伤亡降至最低 此前复兴航空在去年7月 于澎湖马公机场坠机造成48人上升 这次的坠机机型以马空空难为同一型号 新唐人记者江梅杨丽 纽约采访报道 最后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基拉还债压力逼近 很可能出现债务违约 新任总理齐普拉斯 前往欧盟协商新的还债方案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西非国家施子山 赖比瑞亚 几内亚的伊波拉病例 最近有增加的趋势 各下期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五件新闻 宁毅 气韵 天人合一 中华笔装精湛工艺 汇催传统蕴含 结合在地精神 辉豪间勾勒缓慢字意新境界 承传中华五千年文化 开创汉字新生活美学 中华笔装带您找回书写的美好 艺术 生活 品味 为陶瓷产业创立新标杆 台湾 鹰哥 新泰元 甲崩的好朋友 饭有产品重视现代人追求健康 方便卫生饮食的标准 不含防腐剂 人工香料 人工色素 起云剂 现代人养生饮食的最佳选择 中华罐头类的金牌奖 幼良奖及全国金字招牌奖 并持着服务 奉献 健康的经营理念 提升国人吃的品质 更能让消费者购买是安心 吃得放心 伴有甲崩的好朋友 北港朝天宫 妈祖慈欣 苦继世人 神恩与天同宫 敬天 感恩 福报 平安的祈愿 近在北港朝天宫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希腊方面的消息 因为金融还啸之后 财政破产 希腊开始接受 估计资金纾困 不过从2月底开始 希腊的还款压力 将切种而至 而可能出现债务违约 因此新上任的总理 齐普拉斯也前往欧盟拜访 希望协商出新的还债方案 今天希腊新当选总理 到访布鲁塞尔 与欧盟三大机构的收脑 举行会谈 讨论解决希腊债务问题的方案 这是希腊新当选总理 齐普拉斯首度访问 欧盟总部 他分别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 荣科 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还有欧洲议会主席舒尔茨 为摆脱2400亿欧元的债务 希腊正积极寻求折中方案 虽然会谈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但齐普拉斯仍乐观看待与欧盟的协商 接着齐普拉斯又赶到巴黎和法国总统会面 寻求法国的支持 新唐人记者杨立新 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接下来讲今天的财经100秒 人民银行超过两年半以来 再次全面下调存款准备净率半个百分点 五号起生效 另外对部分类型银行实施定向降准 有分析指出 人行再次全面降准 并非要与其他国家竞争货币贬值 而是因为内地经济数据比差于预期 需要增加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国际油价连四涨后止步 新德州原油期货周三收盘暴跌将近9% 是2014年11月28号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布兰特原油煤银价格跌破56美元 据统计与美国上周原油库存 要生是80年来新高 导致全球能源过失的担忧所致 报言区1月综合采购金领人指数PMI 盘值6个月来的高点 受益于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景气好转 12月零售销售成长速度 则创下近8年来最快 显示有价总跌次及消费者支出 进而支持欧洲经济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公布调查 亚太漫游台湾大争议初步调查报告 指双方合作不较漫游 亚太电信是全部使用台湾大网络 NCC表示亚太电信推出4G服务 有些事情是在没有报备的情况下 进行违规事项 6号将邀请5大4G电信业者董事长总经理 针对亚太电信及台湾大合作议题 举行预备听证会的会请会 新台电视这里报道 全球对抗伊布拉疫情之前传出有进展 但世界卫生组织WHO今天却表示 西非国家十字山 赖比瑞亚 以及几内亚的伊布拉病例 最近出现有增加的趋势 WHO表示截至2月1号为止 十字山 几内亚以及赖比瑞亚 这三个国家每周统计的伊布拉病例 出现今年以来的首度增加 终结伊布拉疫情仍是重大挑战 香港的H3N2假型禽流感疫情持续升温 周三又有7人因为感染死亡 累计死亡案例达到118宗 对此多位泛民议员质疑当局处理疫情 太过低调 担忧重蹈SARS的覆辙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最新数字显示 截至4日中午共有187宗因流感入驻深切治疗部 当中累计死亡人数增至118人 过去一日再增7宗死亡个案 医管局也表示去年1至3月因流感入院的个案 约有5000人 但今年单是1月已超过4000人 个案明显增加 泛民议员在立法会提出紧急质询 质疑当局低调处理疫情 在SARS的时候2003年总共都是死了299人 但是昨天一日就有12个人 而总共去到今天111个 如果计算那个入住深切治疗部 计算那个死亡率是高过六成 有议员表示 早前香港多宗大陆输入的勤流感个案 担忧流感也遭波及 还有局长怎么样去确保 内地引入的流感的数字可以减少 还有不会因为这个旅客的问题 这个自由行的不断增加 令到香港市民受这个流感的毒害的情况 是不断这个恶化 民主党的单仲凯议员则表示 大陆至今没公布过流感疫情 要求当局特别向广东省询问 食品机卫生局局长高永文称 有和大陆当局沟通 承诺会改善公布疫情的方式 新台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中非共和国自前年三月爆发内战后 全球各地的廉价军火纷纷涌入中非 其中最普遍的武器就是 中国制822式手榴弹 数价仅0.5到1美元 约台币16至32元 比一瓶可口可乐还便宜 被称为全球最大规模人类 集体迁徙活动的中国春运 拉开帷幕 当局预测2015年的春运总客流 将达到37亿人次 比去年增加1亿人次 预计经由海陆空长途 集体运输发送的旅客人次 达到28亿 日均7000人次 汇丰银行数据显示 中国大陆一月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降至51.8 虽未跌破50的融枯线 但创2014年8月以来新低 香港艺人也是艺人曾宝宜的父亲曾志伟 是广东江门政协委员中仅有的明星委员 但自2011年1月当选为江门政协常委后 都没有在任何一场会议中现身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来关心美国神韵艺术团 全球巡回演出消息 美国神韵艺术团 再次来到西维吉尼亚州首府查尔斯顿 进行了今年首场的演出 观众用叹尾观指来形容神韵的精彩 并为神韵的演出内涵感动不已 2月3日 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 在西福西尼亚州的首府查尔斯顿的首场演出 吸引了当地的主流观众 The dancing is amazing My oldest daughter is part of the band here in high school and she commented that the orchestra and the dancing are amazing everything is perfectly timed and the choreography is just incredible I particularly lik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ru too That was an instrument I never heard before and I thought it was beautiful I have a great admiration for Chinese culture I've done a lot of reading on it and I have a great admiration it's very diverse at the moment it's been through a lot of trouble recently and it's coming out on top I think now I thought it was a beautiful mixture of western and eastern sounding music and I could almost hear Tchaikovsky in it and some of the some of the songs that sound that had a familiar and I really really enjoyed all of it and I love the orchestra 沈韵所呈现的善良战胜邪恶的精神内涵 引起他们很大的共鸣 Part that's stuck out the most is the power of compassion it amazes me that in parts of the world people are persecuted for their beliefs that they can't practice openly I think that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take so much for granted and it's really it's a really powerful piece I love the battle of good versus evil and the idea that that evil wins out and to have a pure heart is really meaningful being good at heart is a good thing that good eventually we hope wins out over evil 新唐人記者李鑫 美国西伊佛吉尼亚州查尔斯顿 報道 今晚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台中市府召开救灾防灾会议 市府令嘉隆表示 以及邀及相关的局处长 针对台中金泉钢机场做体检 为了帮民众采买年握把关 桃圆市府上午针对大型卖场的消防 公共安全食品安全等 启动联合机查 更详细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五间新闻 今年的耶诞很不一样 法拉里卫浴带您环游世界 词曲 李鑫 中文句 李鑫 我喜欢你 干净 收爽 我喜欢你 除臭抗菌 我喜欢你 舒适 透氧 uni-top 組好除臭襪 使用黑金钻除碳纤维 给您前所未有的干爽感受 防酶抗菌持久弹性 排水透气冬暖夏凉 除臭率百分百 堅持最好 環保健康 现在就上网搜寻 Unitop足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台北发生复兴航空坠机空难之后 今天上午台中市政府召开中央与地方政府灾害防救会议 对着重大灾害的防救 林嘉隆说台中水南机场已经迁到了清泉岗 并不像台北松山机场航道经过闹去的问题 我也邀请了相关的局处长 就整个类似这种空难 整个做了一个体检 整个就是灾害应变 机制的一个检讨 清泉岗机场同样的起降的飞机 除了军机之外 现在民航机的一个次数也越来越增加 所以更需要做好有关于空难的这种 预防 跟灾害的一个整个抢救的工作 林嘉隆也说 重大灾害的防救 各单位如何协调配合非常重要 再来但您看到过年就快要到了 为了帮民众采满年货把关 桃园市府团队今天早上启动了联合机查 这些大型卖场 百货公司等场所的消防 公共安全 食品安全等做抽查 希望让民众能够过个好年 那刚才我们的卫生局长有解说 冷藏要看它是不是 要7度C以下 那冷冻的话 负18度C 那现场有温度标示 请消费者要认明 那所有的商品都要看一下 它的有效期限 今天一早 桃园市府主动各局处 以大卖场为抽查的重点 主要包括消防的检查 年货食品安全等 也提醒民众在选购时 要把握标示不清不买 过白鲜艳不买 有意味不买的三项原则 待您看到2月5号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今天的新唐人五间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